今天要介绍的是再次崛起的打野神角龙女西瓦娜 道具符纹配置如上图,装备主要以攻速及防装为主 第一剑出陨落,是因第一招可以快速攻击目标两次 这与三香的技能魔法弯刀需冷却1.5秒冲突 故起手出陨落不出三香,要知道龙女只能算是半坦 出石像鬼跟手套是为了增加后期团战存活率 顺风的话石像鬼也可以换荣耀头盔或赎罪神石 符文推荐征服者跟首脑,技能点法主三服一,有大点大 以下开始本场的实战解说 首先要知道龙女虽然有着极快的清夜速度 但因为体质不佳及缺乏控制技能 故在没大招前是非常弱势的英雄 初期就是稳稳地刷野尽量保护自己的野怪 没大招的时候就是稳稳能保持自己节奏发育 简单说玩龙女的精髓就是刷野加gank的无限循环 没大招就刷野,有大招就gank 使用龙女打野的时候一定要让队友知道 没五等前我是做不了事的,尤其是在低端场 以下快速带过我平常的刷野路线 四鸟 蓝buff 一分25秒出的河蟹 青蛙 龙女的gank主要是先利用大招飞扑 先放三技能再接二技能的灼烧伤害 最后补上一技能的双重打击 龙女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刷野 所以要专心看小地图又要打团随时跟上 队友都在直接扑过去就对了 龙女开大后每一招都变范围技能 可以快速消耗对方整体血量 龙女只要吃完龙就会有技能获得强化 不原则上任何一条龙都别放过 尤其是火龙 会让第三招变真伤 打不过也要拿生命去偷 打完预示着看小地图 可知下路只有狗头 直接顺势来推塔 有人数优势可以直接塔杀 我扭 高哥离席 龙女的大招虽然只能让对方有短暂的位移 但可以让牙膏趁机接大招 反打一波 会站先切后排英雄 尽量帮队友扛伤 让他们有舒服的输出位置 谢谢帮富 每一条龙都不能放过 后期如果被对手反野 可以找紧存的野怪拉近拉出 利用他们会回血的特性快速及大招 不用怕打团时没大招 确认对手没巴龙的视野 直接果断叫队友一起吃巴龙 刚好有兵直接去带线 刚好有兵直接去带线 跑不掉也要想办法换掉对手其中一个 托住剩下的敌人 让队友赶快破其中路 托时间等队友拆 谢谢各位的观看 有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喜欢的话麻烦按赞订阅加分享